杨副总裁 严副总裁 业务局的陈局长 发行局的师局长 外汇局的严局长 以及金融业务检查处的胡处长 经济研究处的林处长 会计处的黄处长 秘书处的梁处长 资讯处的张处长 人事室的洪主任 法务室的吴主任 央行印制厂的陈总经理 以及黄厂长 财经资讯国务院信公司的赵董事长 林总经理 行政院主居总处的检任视察 检任视察 好 欢迎 好 我们请央行总裁 彭华兰彭总裁 就业务及股息红利脚固部分 做专利报告 主席赵集委员 各位委员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今天曾邀前来贵委员会 报告北航业务感到非常荣幸 以下仅就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势 以大院上一会期以来 北航货币外费政策的指标业务提出报告 敬请主教 为节省时间期间 请主席允许我 就本报告的重点 做口头说明 请看第二页 首先报告呢 国际金融情势呢 本年呢 全球经济成长率呢 不值上年 贸易活动低迷 根据Global Insight的预测呢 今年呢 新经经济体的经济成长率 3.9跟去年一样 但是先进经济体的经济成长率 则由去年的2.1降为1.5 以致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由去年的2.7降为2.4 其实请看第三页呢 根据OECD的预测呢 本年呢 全球贸易量的成长率 由三年的2.6降为2.1 但是就去以北来观察的话 美国与欧文区的降幅呢 比较大 其实请看第五页呢 物价方面呢 本年呢 全球通膨力将由上年的2.7升为4.7 但是呢 日本跟新加坡呢 则在度面临了通缩的阴霾 其实请看11月 目前呢 全球经济呢 面临了多项的风险 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的经济转型 它的外衣效益呢 将透过生产电的管道呢 影响其他国家 亚洲国家所受的负面冲击最大 第二个是英国脱欧的问题 它脱欧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硬脱欧 就是跟欧盟 脱欧的很刚刚净净 以后呢 根据WTO的规范来欧盟来往 第二个是 软脱欧 就是采取挪越的方式 跟欧盟还是维持密切的关系 根据本年7月 RMF的预测呢 明年全球经济成长率 差不多是3.4% 但是英国如采取硬脱欧的方式呢 全球的经济成长率 可能降为2.8% 其次报告 全球债务创新高 如果货币政策趋紧的话呢 恐为威胁金融的稳定 第四呢 是美国大选 这是对大的不确定因事 那么现在呢 正在开票 其次请看第11页 面临全球经济低成长 那么RMF的欧益息利 以及联合国呢 先后建议呢 货币政策呢 应结合财政政策及结果性的改革呢 并撤职保护贸易 欢迎达成包容性的成长目标 其实请看第13页 其实报告呢 国内经济金融情势呢 请看到第15页 上面这个图呢 我们的经济成长呢 大概在去年的第三季呢 是第一股 我这发一个圈圈的地方 然后呢 就是稳定的成长 那么只要机构呢 对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测呢 大部分都很接近1 明年经济成长的预测呢 普遍高于今年 国内机构的预测平均值是1.63 国外机构的预测平均值是1.76 其实请看第17页 物价方面呢 本年10月的物价年增率呢 跳回1.7% 是因为蔬菜水果呢 受到9月台风大雨的影响呢 那么价格大五上涨所致 但是呢 不含蔬菜水果的核心物价指示呢 则是由9月份的 0.95降为10月份的0.84 1到10月份的平均呢 CBI上涨率呢 平均是1.3% 还上升温和 其次呢 请看第19页 报告国内金融情势 银行收信方面呢 今年以来呢 因而放管年增率呢 介于3.7到4.65之间 1至9月的平均年增率是4.18 其次请看第20页 年初以来的M2每月的成长率呢 介于目标范围内 1至9月的平均是4.67 很接近中间值4.5 其实呢 请看21页 汇率方面呢 年初以来呢 跟上年同期比较呢 新台币对美元持续贏值 到了7月的下旬 因为外资购买台股的资金 大量的汇率 新台币对美元转成升值 从8月到11月8日呢 新台币对美元的汇率 介于31.225到31.820之间波动 那么 昨天的收盘价格汇率是 31.507 跟去年比比较呢 台币对美元升值了 4.95% 不过从今年初到 11月8号 跟去年同期比较呢 那么新台币是对美元贬值了1.95% 其实呢 请看22月 本行的主要业务说明呢 在富的产出缺口除息扩大下 而且通膨无疑 本行理事会从3年的9月到今年6月 适度调降政策利率 共0.5个百分点来协制经济的成长 但是由于国内景气的回稳 所以本年9月29日 本行理事会决议 维持政策利率不变 其次呢 请看23月 下面这个图呢 今年的预测呢 大概是CBI上涨1.12 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1.22 两个加起来差不多是2.34 但是我们M2 一到九位的成长率是4.67 表示呢 我们的流动性的 非常非常的充裕 其实请看24月 就利率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的名目利率呢 短期长期的利率 大概只要国家里面呢 只高于日本 但是扣置物价之后 我们的实质利率呢 事实上比日本还低 表示说我们的货币政策 是非常非常的宽松 请看第26月 不动场的贷款规范的以见成效 那么本行分两次解释管制 目前呢 仅对豪宅的贷款程式 有百分之六十的限制 其次呢 请看43月 本年10月底呢 北康处的外卫全体是 4352.63亿 较上年底的比较 增加92.36亿 只要去外卫全体 投资收益 本年10月底呢 北康处的黄金是1300 13.6200万英两 只要作为新台币发行准备之用 其次呢 请看53月 第二部分呢 106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行政院税制预算 有关专业股息红利 角库部分 本行106年度 预算交缴 国库关系红利 全市列为行政院税制预算 即新台币 1800亿 6232万7千元 较上年度的预算 角库是增加 1365万4千元 本行系 编制附属单位预算之 营业基金预算 贵委员会将会 另定定期的专案选择 本行到时候 将另做106年度 预算的详细报告 请看第29月呢 以上警救 国内外经济金融情势 与本行主要业务 以及106年度 中央政府总预算案 行政院税制预算 有关中央银行 股息红利角库部分 提值二要的报告 本行业务的 适行各位委员先进的 鼎立支持 仅借此机会表达 衷心感谢之意 今后 仍请各位委员 随时指教 谢谢 好报告委员会 我们现在就进行 寻达 寻网例 我们做如下的宣告 一 每位委员8分钟 得延长2分钟 第二 上午10点钟截止登记 如果委员有预算等提案 请在11点以前送到主席台 以便与议事人员整理 首先请登记第一位的 吴秉瑞吴委员来咨询 吴秉瑞吴委员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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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媒體還有各界大部分都猜測 認為希拉蕊的贏面比較大 萬一川普當選的話 對整個國際金融以及對台灣的影響是什麼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表達一下你的看法 像委員報告呢 因為美國的GDP呢 佔全球的差不多百分之二十五 它是一個最大的經濟體 而且呢 它是一個幾乎是一條航空母線呢 它會影響到金融市場的動盪 你像FBI發了兩次新聞稿之後 整個股市呢 蒸發了 全球蒸發了1.1兆 6號再發一個新聞稿 股市又回來了0.7兆 從地方就看就知道 它對於全球金融市場的影響力 所以我們必須要注意這個選舉對台灣的影響 所以就從股市這個表現 大家很怕川普當選嘛 因為不然的話 FBI做的這個決策是對 克林頓比較不利 他就馬上跌了1.1兆的市值 然後昨天又做了一個 不會移送然後不會起訴這樣子的 宣告之後就馬上又回復了0.7兆的這個市值 看起來國人還有全世界大部分人都是希望 是不要有不穩定的因素出現嘛 像委員報告呢 假如我們用那個恐慌指示來哄娘的話 的確如此 好 那另外一點也有人講說 美國是一個很有制度的國家 就算誰當選 將來在政策上面也不容易說做巨幅的改變 那你的看法如何 但是美國總統事實上它有很大的權限 當然它是一個民主政治的國家 當然也會受到國會的check and balance 好 那我們就先把這個問題放一邊 來請教你這個報告裡面 我昨天看到一個媒體的報導說 一年來人民幣相對於台灣對美元 大概接近貶值了10% 那你覺得這個10% 坦白講就算台灣的 的國人如果去存這個人民幣的存款 就算你的利率再高給你3%4% 這貶值10%的結果是變成大家的財富 都縮水 這一點您有什麼樣的看法 就是給委員報告的話 老百姓在對於外幣存款的投資呢 必須要考慮到兩個因素 利差跟費差的因素 是 但是我記得當初在開放這個人民幣存款的時候 那時候 好幾年前嘛 大家是基本上 各界包括媒體都一片看漲 都認為人民幣會升值 其實我想不到 才過幾年而已 現在反轉的速度這麼快 那你這個有沒有什麼 比較好的建議呢 我就說 投資人呢 不能夠只考慮利差也要考慮費差 不過費力的變動實在是很難預測 是 好那所以 就你們了解 這幾年 這一兩年來 是不是人民幣存款的金額啊 它的變動狀況是怎麼樣 大概跟委員報告了 就是說 看你用什麼幣別去轉人民幣了 你假如用歐元去轉的話呢 我算過還是賺了 用美元去轉的話呢 大概是 可能有一點點虧啦 用台幣去轉的話也差不多了 好那最後 我還是要跟你請教 像你這個報告裡面的第43頁 金融商品多元化 是你們現在的政策之一 裡面提到一個 衍生性金融商品啊 因為本委員會 在今年年初也有做決議 就是 這種 類似TRF這樣子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這一種的契約啊 要經過 財政部 金管會 如果涉及外匯的話 要經過中央銀行來審核 那我們當初立法的 做這個決議的目的 就是說 因為從TRF這個問題裡面看出來 銷售的這個契約 如果沒有事先審查 很可能是在一種 沒有公平的狀況之下 所做的一些合約啊 那這個審查 是最末端銀行要不要賣給客戶這一端 可是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外國的上手銀行 拋給我們台灣的銀行的這個過程中 很可能那個契約就不公平啊 這個你有什麼看法 我相信會議員報道了 最要 就要控制 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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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的 Williams 現在已經拆起行動了 就是複雜性的衍生性產品 就是包括比價期間多過三次 而且隱含的賣資選擇性的衍生性產品 這些高屋性的產品必須要事先許可 我們來保護消費者 對 這是保護消費者這一端 那這個大家接受這樣的看法 也願意這樣做 我們也是很感謝 因為這是為了台灣的 這個終端的消費者的權益 希望他進行的這個契約 是公平的 是合理的 所以要請主管機關事先審查 你們就當做一個把關者的角色 可是我現在問題是再往上推 我以TRF為例 TRF這種商品不是台灣的銀行發明的 是外國的比較大的銀行 他既制定了這樣的遊戲規則 又做了這樣的契約 然後透過台灣的銀行 銷售給消費者 可是他透過台灣的銀行的時候 他給的當然是佣金 可是問題是他丟給台灣的銀行的時候 那個契約本身是否公平 我就認為我就抱持著懷疑的態度 因為包括他將來的這個 兌換的時候的那個匯率是預測性的 而由誰來預測 也是由那個發行銀行自己來預測 所以他自己本身既是裁判 又是球員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把關最後這一端是保護客戶 這OK 這我們感到感謝 那要不要考慮進一步要保護台灣的銀行呢 還是你認為台灣銀行自己應該要 這方面的能力不需要經過這樣的保護 小委員報告呢 我們已經管制銀行賣給客戶的產品 高峰省的不能賣對不對 他就沒辦法再去上面 披進高峰省的產品了 因為他賣不出去嘛 除非銀行自己去承擔這個高峰省的產品 銀行不敢這麼做 因為我們這一段賭注啦 他就不敢再去拿這個高峰省的產品 他沒有地方賣了嘛 除非銀行自己take position 好那現在在社會上 事實上TRF的這些爭議啊 發生影響很大 像我們 立法院我們財政會有很多的委員 都接受到這個 買售人的這個陳情 那我們現在 也感謝說有創立的一套制度 大家認為說商務仲裁 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我的意思是說這個傷害已經造成了 對於這個 最後的客戶端當然傷害已經造成了 可是對於銀行端 因為仲裁的結果 會去分擔責任嘛 銀行端也受到傷害 可是對於 把不公平的契約引進到台灣 來銷售這些上手銀行 好像我們完全沒有拿到辦法 我們好像也不當作是 是這個中間的這個關係跟責任 有沒有想辦法去協助釐清呢 我的瞭解呢 主管機關已經採取了4波的 加強鎮禮措施 也對於銀行違規 可以承銷TRF 做一些適當的處理 有些已經移送法辦了 是我知道 這個是對台灣的銀行的行政責任 跟它在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上面的責任 這一點我們肯定啦 我現在的意思是說因為我們台灣的銀行齁 你知道大家我們這個都還有存保啊 假設銀行的體質後來受到影響 那有這個破產的危機 倒閉的危機 我們國家還有一個存保要來賠 那我的意思是說 像雷曼兄弟債 美國的金融機構就對於發行這個 兄弟債發行那個債的這個營 一開始始作永者這個銀行 給予重罰嘛 那台灣的金融監理 你認為需不需要對於 把這不合理的商品 利用高的commission賣給台灣消費者 除了處罰台灣的這些 無良的銀行之外 對於更上手設計這不良商品 設計這個沒有公平正義商品 然後利用高的佣金 讓台灣的銀行去銷售 這樣子的上手銀行 該不該去做一些責任的追究跟一些監管呢 我會把委員的寶貴意見呢 跟主管機關來討論這個問題 對要不然的話現在銀行是這樣 他的這個消費端 現在對他有一些抗議 大家要想辦法解決 他也會去承擔一些的損失 那這個損失如果 他向上沒有辦法反應 就全部他吸納了 那 從這個責任分配的角度我來講 其實這個事情真正的獲利者 應該就是自訂遊戲規則 上面的這一些人 這一些所謂的巨惡 惡魚的惡 他自己自立自肚 他自己又在玩這個遊戲 那這個 如果沒有給他適當的 這個責任追究的話 恐怕以後這樣的事情 還會陳出不求 我 委員的寶貴意見 我會跟主管機關來討論 الع關的事實上 一個訂閱 但是 關注明 不行 징 您看今年的預估大概可以達成1.22嗎 我看喔 我這個報告裡面有講過 各個機構的預測大概1.90會達成 對 那會不會所以您的初步看法 現在還要等到第四季的資料出來 不過10月份的出口是相當不錯的 對 但是總裁知道去年因為第四季是-0.89 是低 那個機數太低了 所以您認為今年的1.22達成的可能性高不高 我看有機會 有機會 但是不太可能 我不敢說 因為實在我們有第四季的四季喔 是 有機會 但是可能性不大 可以這樣講 我只說有機會 是 好 另外明年的1.88會不會太低 明年 明年易估主席總處是易估1.88 那您覺得可能性 達到的可能性高還是不高 但是 跟委員報告呢 國內機構的預測平均值是1.63 國外機構的預測平均值是1.76 那這個跟主席總處的預測1.88 倒是相繼不遠 是 所以主席總處又高估了明年的1.88 好 我們開始往下看 另外 您9月29號的時候沒有調降利息 但是我有一個問題跟你討教 美國年底升息的距離高不高 OK 跟委員報告 早上我看了網路呢 跟利利期貨的獲端率的預測值呢 已經高達84%了 這是歷史的新高 在目前來看 除非大選有什麼 意外的結果 很可能會提高利利 所以今年 今年美國升息的可能性 超過八成以上 84% 是 好 那假設他升息的話 對我們的股會市 有什麼影響 假設升息的話呢 有可能呢 租金呢 會從Emerging Market 流出去 對 其實外資 外資是在9月底的時候創新高 高達2065億美元 到10月底已經降到2046億美元 所以外資 外資在股票市場最高的時候是9月底 最高9月底是2065億美元 10月底已經降到2046億美元 所以萬一升息 那可能會有大幅度的 會有大幅度的撤出台灣的情況 所以對台灣的股位數的衝擊 第一個 可能我們台幣會貶值 第二個股市會有大幅波動 這樣的講法你贊不贊成 我跟委員報告呢 到昨天喔 台灣外資淨匯率是135億了 對 這是在亞洲國家裡面 匯率最多的國家 對 但是 昨天的數字 不是今年的最高 因為最高應該在9月底 那我還是那個問題 假設美國在年底升息 對台幣貶值可能性高不高 另外 對 股市的影響 會造成多大的波動 因為我們的股市啊 外資的影響力很大 那麼假設外資進來 他賣美金 台幣就升值 賣股票 股票就漲 外資出去 他先賣美金 台幣貶 賣股票 股票就跌 所以我們的股市跟匯市啊 受外資的影響很大 對 事實上不只台灣啦 沒錯 所以萬一年底 美國升息 會造成兩種情況 台幣貶值 另外股市 我也不敢講它大跌啦 會造成某個程度的波動 另外一個問題 美國大選現在正在開票 請問總裁 假設 川普當選 川普當選 我們央行有沒有相關的應應措施 OK 跟委員報告呢 因為FBI是兩封新聞稿之後 讓恐慌指示大五上漲 對 10月6號又一個新聞稿 又讓恐慌指示下來 所以這個美國大選 真的是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很大 同時呢 他也會要波及到實質經濟面 那麼中央央行跟委員報告 我們一定會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好 您會一定 可以維持 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 跟金廣會和財政部合作 好 謝謝 另外有特別跟您說明 其實我們銀行業跟整個保險業加起來 在美國的普選 高達超過五兆 所以我也希望 央行跟金廣會 還有財政部 要採行相關的措施 維持 國內金融市場的穩定 是 好 謝謝我們往下看 林前院長 他前幾天 他前幾天接受媒體的採訪 他提到 台灣不能繼續打房 你照不照這樣的講法 像委員報告了 房子好好的為什麼要打 是 周安陽的 但是已經打很久了 沒有沒有打 周安陽只是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因為銀行的資產品質 我們要保護它 對 所以我們採取總體審限措施 讓維持銀行的資產品質 不至於惡化 這樣的話 不會產生金融的不穩定 周安陽是要維持總體經濟的穩定 不是打房 好 那你怎麼 你央行怎麼去達到 院長提到說 要維持房價的穩定 央行有沒有什麼應用措施 OK 央行呢 只能夠採取總體車收 在信用方面呢 事實上 維持房價的穩定 必須要從需求面跟供給面來考量 所以周安陽只能夠在需求面裡面 扮演著某種程度的角色 像Long to Value 像雨天軍管會 對於那個Wade的調整 對不對 對 那供給面的話 就是說 假設說你捷運呢 暢通的話 Supply賽會增加很多 這是Demand賽 Supply賽 還有2D面 是 所以 維持房市的穩定 必須要需求面 供給面 與助力面 雙管齊下 我贊成 另外啊 有一個問題跟你討教 因為您的任期是到後年 您為什麼前一陣子 就講說 提早宣布 這一期不太細了 您的心境是怎麼樣 為什麼 因為離你的任期 還有相當長的時間 您做這樣的表述 向委員報告呢 因為 9月29號 李建勢聯席會議後 我召開記者會 但是媒體問我 我答覆媒體 我 我 我的理解 我的理解 不只是這樣子 是不是也跟前一陣子 前一陣子 媒體 少數媒體 對您 過去其實協助 趙鋒銀行 跟美國相關的 金融主管 機關協助 讓他降低 劃緩的金額 你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反而 他一味著在攻擊你 跟這有沒有關係 報告委員呢 我 我不在看電視的 你不在看電視 對 你都沒有受影響 不會 真的 但是我幾乎天天看 而且 也 替您 他對您的攻擊 我暴虛 我也感到 憤憤不平 謝謝委員的關心 因為什麼 他也同樣的情況 他一味的打擊我 我也覺得 非常憤憤不平 總裁 可能我 修養比較不好 你修養比較好 不是 不是 我要跟你學習 沒有 另外 你真的是 這樣子的情況 沒有 顯壞之音 的確如此 好 另外再跟你討教 有關 股市的部分 同樣的 院長也提到 股市的部分 要去維持一定的穩定 那 您的看法怎麼樣 尤其他認為 現在很多大戶 很多大戶 證手稅之後 都沒有回到國內 有關股市的部分 您的看法怎麼樣 向委員報告呢 為什麼股市成家量縮小 這是大家非常注意的問題 大家看一看 全球的股市 今年 年初到現在 台灣股市的成家量降低多少 14.9% 韓國降低多少 14.1% 全球股市的成家量都在下降 為什麼 因為利率偏低 所以這些資金 去找這些 現金股力高的股票 去把它買來 去把它lock in 鎖住 所以股票變成證券化 所以全球股市的成家量 都在減少不止台灣了 沒有錯 其實股市 這個現貨市場 現貨市場是在萎縮 但是它同樣 它要長期持有 它還是會到 衍生性商品 尤其期貨市場 所以這段期間 期貨市場反而大幅增加 較量的大幅成長 OK 好 謝謝 謝謝總裁 好 謝謝曾委員 總裁請回 接著請黃國昌委員 謝謝主席 馬上有請總裁 總裁 裴總裁您早 時間的關係 我就直接切入正題 我們上一次 第一次 我在財委會 請教彭總裁 是關於 有關於 我們央行 離間市會議 那個會議的過程 跟會議紀錄 的問題 那 我相信 金週刊 前一陣子的報導 總裁應該是有看到 因為我 事後 央行發了三十幾頁的新聞稿 有 逐點反駁他們的內容 我也大概都敗讀了 但是我現在在請教總裁的是說 針對央行未來進一步的公開透明化 總裁跟其他理監事啊 大家的看法是 現在這樣的做法是已經剛剛好了 還有還是有進一步檢討開放的空間 當然中央行要不斷的去檢討 有沒有改善的地方 不能夠自滿 但是跟委員報告呢 事實上我們的中央行比美國更早 在理事會以後召開記者會 美國會的以前沒有召開記者會 我們比他早 我想您召開記者會跟發布新聞稿 大家都很肯定 現在還有其他的透明開放的問題 包括里監事的會議紀錄 包括了你們在開會的時候 大家發言的內容 然後針對不同的政策 真的特定的政策不同的看法 那這個部分央行有沒有打算要進一步開放 讓大家知道 我們來享受好不好 總裁您可不可以給我一個時間 因為我上一次跟您請教這個問題 好像是半年以前 像委員報告 上一次委員秀的那個照片 事實上到FOMC他沒有公開的 那個我是在網路上看到的 不過沒有關係 那是一個另外的會議 不過沒有關係 那總裁您今天表示了嘛 說你們願意針對更透明開放這件事來檢討 那我現在只拜託總裁是不是說 什麼時候可以給大家一個基本的回覆 我的問題很簡單啊 什麼時候可以給大家一個 我可以可以享受完了之後 我來跟委員報告好不好 你不用 我現在沒辦法馬上討論 不是啦 您不用跟我 因為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我必須要跟 整個理事去討論好不好 沒有關係 沒有 總裁您這樣的態度 我也贊成 您先回去 跟所有的理堅 大家討論一下 那看最後你們整個檢討的進度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請總裁會後再告訴我 我來跟我的理事討論完了 我結構給委員報告 好 OK 好 每年央行都上繳國庫 大概1800億的盈餘 在我們的稅入當中 其實佔蠻重的比例 那當然增加國家的財稅來源 我相信對於政府在施政上面的需求 有一定的幫助 但是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不能只看一面 可能要看反面 可能另外一邊它的效應是什麼 那我現在比較具體的就是說 因為我大概查了我們的預算書 跟決算書 就是央行每年大概都固定 可以繳1800億左右 這樣子的獲利能力 我自己是很佩服啊 但是也很訝異啊 就是不會隨著其他因素的改變 每年1800億這樣下 最起碼過去這五年啊 長起來像這個樣子 那就這些央行的盈餘的內容 不曉得央行有沒有打算 要進一步公開 所取得盈餘的來源 事實上我財務報表都送給審計部主計處 大概委員大概懷疑說 為什麼都會1800億很接近啊 一個原因就是 中央行有一個衛服配盈餘在調整 假如多賺的話就放在衛服配盈餘 第二年賺不夠的話 衛服配盈餘就拿來補充 這是一個調整的項目 衛服配盈餘 那個沒有關係啊 但是我更好奇的 也更關心的是 每年那個盈餘啊 他戲目的來源 您說您有給主計跟審計部嗎 那那些資料是不是也可以提供給我們 可以啊 可以吧齁 好 因為我上一次 我提供營餘的計算方式給委員 好不好 沒有啊你那些盈餘從哪裡來的內容 也請央行一併公佈喔 是我相信非常關心語情的彭總裁 這些內容啊事實上都有看過 所謂看過啊就包括的是說 央行長期的維持利率比較低 然後新台幣啊不要讓它太巨幅的升值 大概維持在一定的水準 那我知道央行有央行的政策理由跟政策的立場 但是我相信總裁應該也知道說 不管是在學術界經濟學的老師 或者是說在輿論界有一些關心貨幣政策的評論家 他們對於央行這樣子的貨幣政策 事實上是長期以來都有不一樣的看法 那這不一樣的看法他點出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啊 所以說央行在維持這兩個利率跟匯率政策的時候 他事實上如果要創造盈餘啊 反而會造成跟人民財富是不是會縮水啊 利害關係的衝突 現在我沒有意思齁 說完全採納那些批評的看法 說央行是從人民的身上去搶錢啊 我沒有說要完全支持那樣的看法 這是為什麼我一直跟彭總裁講說齁 央行的透明開放包括了那些隱喻啊的來源 你資料進一步開放的時候 更有助於所有關心貨幣政策的朋友 大家共同的來去檢討 共同的來去關注 我們這樣的貨幣政策對於我們的出口 對於人民的財富 他所會造成的衝擊影響是什麼 總裁我這樣講應該算蠻公平的吧 可以嗎齁 因為這些東西絕對不是說 好像特定的週刊跟總裁有仇啊 每次做一大本 然後甚至批評您是獨裁者 因為有一些經濟學 因為有一些經濟學者 包括我在台大蠻敬重的一些學者 針對貨幣政策都提出蠻理性的分析 那我希望這樣的討論跟這樣的分析 能夠繼續下去 因為貨幣政策雖然對一般的人民 感覺好像很遙遠 比較沒有感 但是對於整個國家的經濟 對於整個國家的財政 都會造成蠻深遠的影響 來 那個 我們現在寬鬆貨幣的政策 在您的報告當中 的確是有助於企業去籌資 但是我看了相關的數據以後 有一件事情我就一直不是很了解 就是 台灣現在有缺資金嗎 總裁你認為台灣現在有缺資金嗎 我們的資金相當的充益 我們看實際的狀況 今年的超額儲蓄 超額儲蓄 又多了2.5兆 這個是2015年 那今年預估會有2.8兆元 所以超額儲蓄越來越多 那這個也是我們現在超額儲蓄率 總裁你看這條綠色的線 超額儲蓄率大概在過去這七八年的時間當中 不斷的在攀升 那代表的是說 我們現在在市場上面的資金 非常的充沛 而市場上面的資金非常的充沛 除了個人以外 企業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排名前十的上市貴公司 手上都是滿滿的現金 手上都是滿滿的現金 金融業也是一樣 2.52兆的超額儲蓄 銀行體系吸收了1兆 保險業吸收了1.5兆 關於保險業的問題 我可能下一次再請教總裁 那當然我也會問金管會 因為我們現在的保險業 他們在吸收了這麼多的資金以後 投資海外債的標的 我現在得到的消息 都是風險非常非常的高 埋了一個很大的地雷跟炸彈 什麼時候會炸 我不是很確定 那但是我們現在整體上面 看出來的情況是說 我們就沒有缺資金 反而是資金太多 所以現在台灣 真的有缺外資嗎 真的有缺資金嗎 現在我們的問題到底是 沒有錢投資 還是找不到好的標的投資 我想是一個很重要的因事 是一個不確定的因事 不確定的因事 它是延防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也讓投資者沒辦法去做投資的計畫 這是不確定的因事 像委員剛剛提過的 的確就是 我們企業呢 這幾年的投資呢 不是很理想的 對那所以我現在喔 問題就來了 就是說 我們一天到晚在想說 吸引外資嘛 吸引外資嘛 那我們現在要問說 吸引外資來幹嘛 就是說如果吸引外資的問題 是要投資的話 那顯然我們剛剛的數據 呈現出來的是說 我們現在缺的不是錢嘛 是好的投資標的 這樣的問題嘛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央行繼續的去維持貨幣寬鬆的政策 那是要有助於企業去籌資 這兩者之間的因果關係啊 總裁可不可以再說明一下 我們吸引外資 希望有好的FDI進到台灣來了 對啊 所以我的問題還是一樣嘛 就是說剛剛我們已經建立了說 台灣的市場事實上是不缺資金的啦 對 問題是資金要往哪邊去嘛 我們希望有好的FDI到台灣來 對那以現在的狀況來講 總裁您認為說 我們的金融市場 台灣的股市 需要進一步大幅的開放中資進來投資嗎 因為有很多人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啊 說要救台灣的股市嘛 那救台灣的證券業 其中一個解決啊 是進一步加大對於中資的開放 那對於這樣子的建議啊 總裁您從您的專業來講 認為說有必要嗎 還是有幫助嗎 我想大概主管機關是希望活絡我們的資本市場 這個我同意嘛 那活絡我們的資本市場 要找到正確的解方嘛 才有辦法對症下藥嘛 但是我現在就一直在想說 這個解方是進一步的開放中資 我們的問題是缺資金嗎 如果說啦 今天的問題是在於沒有好的投資標的也好 剛剛總裁所講的不確定性高的因素也好 那你如果是從這個方向去著力的話 對於問題的解決會有幫助嗎 現在我是很誠懇的在請教總裁您的專業意見 因為這些事情我們在進行分析的時候 有沒有進行理性的分析 最後採取的政策會不會達到效果 這些事情都息息相關 我再重複一次我想主管機關 我想那個幅度也不大 那個package我的了解那個幅度也很小 沒有 總裁您這樣的答案其實已經告訴我很多事 那主席站起來了 我只拜託央行最後講 就講一件事情就好 就是說寬鬆貨幣政策跟提升投資 兩者之間的關聯性 那以及貨幣政策對於壽星階級的所得 還有實質購買力的衝擊影響 我希望未來總裁跟央行這邊 在進行央行很多專業人員 進一步針對這些事情分析報告的時候 能夠提供更詳細的內容 給本院還有社會大眾 那作為我們整個貨幣政策 匯利利率未來檢討的基礎 這樣好不好 好 謝謝總裁 好 感謝 謝謝黃委員 總裁請回 接著請賴世保委員 來 總裁你好 來 總裁你好 我想你的報告裡面 有提論 有提到 當然今天大家很關心這個美國大選 那麼你有特別提到了說 如果川普當選 對美國的經濟 乃至於對全球經濟 對台灣的經濟 會有一些很大的衝擊 這一部分 一般預估 一般預估 大概這個事情不會發生 我請教你 就是說萬一針的 這個機率雖然不高 但是萬一針的發生 你既然都點出問題了 我想你給我們報告 裡面寫得很清楚 川普如果當選 貿易保護主義 抬頭移民政策 然後拖垮美國經濟 導致財政惡化 影響區域的政治安定 等等 這部分你寫出 點出一個問題 但是請問你 你有沒有準備一些的劇本說 如果真的 要川普當選的話 我們台灣怎麼辦 我們有沒有因應的 我們有一個做法 市長大委員報告 我這個11月的補充資料 裡面下面有些Footnote 這個是我引用 國外的研究機構寫的報告 不是我自己寫出來的 第一個 我做這個聲明 第二個 我們也講過 美國的經濟 已經佔全世界的GDP 超多25% 它的確會影響到全世界 所以莊翔會跟軍王會財政部 怎麼樣來維持 我們的金融經濟的穩定 你是以不變應萬變 還是說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外匯存體 所以再怎麼變動 我們可以因應 還是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做法 我們有足夠的流動性 來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所以基本上不管誰當選 都問題不大 我們會盡最大的努力 來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所以你們沒有什麼特別準備的 沒有特別緊張 有沒有特別緊張 你有沒有特別緊張 那麼 跟委員報告呢 全世界的恐慌指示是大腹的波動 所以你也會恐慌 你也會恐慌嗎 我會關心 我會關心 你不會恐慌但是會關心 我會關心 稍微緊張一點 我會關心 好 那個 我想不管誰當選 川普也好 川普也好 或者是Helary也好 基本上都不要TPP 對吧 還會走向保護貿易主義 對嘛 這基本上多少 因為已經 兩方陣營對陣底下 慢慢的那個 自由貿易的味道會少一點 保護主義 都會上來一點 這一部分來講 對台灣的經濟 還是有影響 會 會有影響 對不對 央行有什麼看法沒有 因為 我們的出口 三米拉夫的出口 占GDP的比重 高達65% 所以美國 假如是採取保護貿易主義的話 台灣不可活躍 一定會受到影響 不只台灣 其他國家也會受到影響 那央行沒有做法嗎 比如說你的 匯率要不要 再調整下來 或者利率什麼等等 沒有做法 我會維持動態穩定 動態穩定 好 那麼 第二個我想 這個最 這一陣子有人講說 從 十月 那麼 到 到最近 我們的 我們的外資大概 整個賣超了 從十月二十一到十一月八號 賣超了 超過 三百零八億 資金 最近 離開了嗎 我們 最近為美國 恐慌指數提高 他在股價大概 十月二十五號 達到一個pick 我的資料是 十月二十六到十一月七號 外資在台灣 賣超了三百八十二億 但是 從電視到現在呢 淨流日美金 是一百三十五億美金 是亞洲流日最多的國家 那如果這樣子 我們請問我們現在 熱錢在台灣還有多少 蛤 熱錢在台灣有多少 熱錢大概就是說 我們指他的短期 短期資金嘛 對不對 短期資金 我這裡有一個 有一個 我的報告裡面 在這個 市值善業裡面 對不對 外資持有國內股票 以及再建 按當日 市價計算的話 聯同新台幣全港 已經達到了 三千一百八十一億美金 三千多億美金 這是短期資金 所以我們可以講 廣義的熱錢 大概就三千多億 是不是 廣義的 然後這一段時間 但是他不會全部跑掉了 我知道啦 但這一段時間 都是維持這樣的數字 是不是 都沒有變 就是 我們的熱錢大概都是三千多億 換句話說 所謂的三千多億 熱錢的意思是 他跑隨時可以跑喔 但是 近年以來 近年以來 留日亞洲的國家裡面 留在台灣最多 那出去最少 留日我剛剛有報告過的 一百三十五億美金啊 留在台灣最多 這個也是 因為台灣股票的現金股力很高 是啊 但是 但是 既然有這麼多 為什麼我們的 股市成交量都起不來 為什麼這樣子 我跟委員報告過啦 因為 現在利率很低啦 英國 歐洲跟日本 都是負利率 對不對 這些資金呢 就是跑到 現金股力高的股票去嘛 這產生了 lock in的效果 鎖住啦 所以股市的成交量呢 連出到最近呢 台灣 少了14.6% 韓國會少到14.1% 全世界的股市的增加量都是在萎縮 因為股票呢 債券化 現金股力好的股票呢 就被鎖住了 那如果 按照你這樣講的話 台灣的股市 不管政府採取什麼措施 刺激方案 股市刺激方案 量要起來不太容易 按照你這樣講 當然你採取抽出會產生一些效果啦 效果不大 效果不很明顯 以北平均市來看的話 就是因為被鎖住啦 lock in 所以目前的量是正常的 好的股票被鎖住 我請教你 目前的量大概就正常 就這個樣子 剛才政委員也講過啦 實際上我們 集中市場的交易量少 但是我們的期貨 期貨交易量很大 可是那個抗得起來還是不多啊 期貨交易量很大 所以你就是說現在股市的量是正常的 不用太 而且刺激也沒什麼用 全世界都在做減少 有一份民調指出來了 我們政府最近 地價稅提高啦 房屋稅提高啦 這個 其實老百姓八成的老百姓 八成二認為是加稅跟打房 不是為了 只為了居住正義喔 而且更有百分之五十六的購物者 因此放慢或者是放棄購物喔 這一部分來講的話 你要不要對這個 要表達一點看法 因為 這個 我 是不是委員讓我 你這個 你這個信用緊縮當然這個錢就少啦 你如果放寬錢就多啦 我那個管制已經解除了 除了豪宅以外 其他都解除了 所以通通沒有 對啊 所以現在如果有什麼 有什麼狀況跟你沒關係 現在只有這豪宅有貸款的城市的限制 六成 其他都沒有啦 你也不會做 進一步把它 再放鬆來刺激一下 因為 因為目前房價已經趨穩了 所以 重要的措施已經解除了 除了豪宅以外 那 那 我們 既然 既然外資這麼喜歡來台灣 留下來 因為這裡的這個 year rate很高等等的 外匯存底 現在的怎麼樣 我們增加多少 外匯存底 外匯存底 增加的不多 我這裡報告 大概四千多億 對 全世界排第幾 大概第五 第五 那 裡面的portfolio是怎麼樣 大概就是 美金最多嘛 對不對 美金以前都超過七成 差不多 再過來 主要是 美金 歐元 歐元日幣 人民幣有沒有一點 人民幣 人民幣 這一陣子貶了那麼多 不多 但是 所謂的不多有沒有 有沒有5% 那就看委員講了就是說 看你用什麼幣去轉人民幣 你只要用歐元去轉人民幣的話 還是賺的 我們有嗎 用歐元去轉人民幣 請問我們有做這個事嗎 我是跟委員講說 用歐元去轉人民幣是賺的 你已經做了這個事情就對了 也賺了一些了 是 我只是做分析給委員報告 因為我看到了最近的一些報道是說 長期來看的話 美元跟人民幣是看漲的 所以現在 我就請問你 你的做法 央行做法 有沒有把人民幣開始 現在低谷的時候 現在不好嘛 幣子低谷的時候 這個最近有沒有加碼 請問你這個 費力的預測是非常難的 所以 我也不敢預測 費力預測非常難 好 最後一個小問題 也是大家普遍關心的 你這一任做完 確定就離開了嗎 是 是 不會任何理由再被留下來 是 是 長官如果想請你留下來 毫不猶豫 毫不考慮 毫不念卷 就離開 我 我 跟委員報告呢 我103年3月10號在這裡講過一句話 我是最後一項公子 我到現在一直都記著 請委員相信我講過的話 公子你這個位置還是可以繼續做啊 這個沒有人的心事啊 我那一句話 一直keep promise 所以我9月29號講的話 我也會keep promise 你身體這麼好就退啦 身體這麼好就退啦 不是 國家損失 國家損失 不會 台灣錢才很多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總統請回 接著請余婉如委員 主席找有請總裁 總裁 總裁找齁先請你幫一個忙 麥克風可不可以拉進你嘴巴一點 因為我剛剛在電視前面 都聽不到你的回應啊 可能只有現場才聽得到 可是在電視前我是聽不到的 所以還是靠近麥克風一些 好麻煩您 我這邊有幾件事情 想要跟總裁討教 我們看一下 這個2015年 全球電子支付的使用增長率 是37.8% 高達6200億美元 現在市場預估到 2019年 規模會達 1.08兆美元 那電子支付的使用率 我國根據金管會的數字 是26% 可是呢 在南韓是77% 香港65% 中國56% 可見這個趨勢都在升高齁 日前G20的會議上 馬雲提出了EWTP 就是世界電子貿易平台 他希望透過世界電子的貿易平台 讓全球的中小企業 都可以透過網路做全球的生意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架構 是在奠基於電子支付的這個基礎上面 所以 我看了一下你們的這個報告裡面提到 今年度 台幣發行額10月底為 1兆8650億元台幣 那106年你們編了大約 46億3716萬元 來印製鈔票跟鑄幣 可是在這個46億3716億元之內 不知道有沒有包含你們的費幣回收成本 有沒有包含你們的回損國幣的成本 有沒有包含你們的違幣積查成本 有沒有包含你們的儲存點算 或者是甚至環保上面的這些隱藏成本 所以我想要問彭總裁的是說 想討教的地方是說 在全球電子支付的這種趨勢之下 連G20都已經允諾要推EWTP 那央行現在有沒有在關注這件事情 有沒有在營運的方法 這個東西必須要順其自然的發展 事實上那個財經資金公司剛剛成立的 區塊鏈的研發應用委員會 曾經邀請了45家銀行 在MD建構區塊鏈的共用平台 所以中央陽對於這個電子化 或者是世衛化 中央陽是樂觀其成 樂觀其成嘛 那我想要問總裁的地方是說 這個電子支付的使用率 事實上要能夠提高跟你們沒有 比較沒有直接關係啦 因為那個是貨幣的推廣工作嘛 但是貨幣的發行工作 跟央行還是非常有關 所以我想問說 在這個貨幣的發行上面 央行有沒有打算要做什麼 或是可以做點什麼 來去因應這個 五指化貨幣或是電子貨幣的這些 快速的趨勢 像議員報告呢 貨幣是在滿足市場對 超票的需求 通過發行是在滿足鈔票的需求 我們發行了以後 老百姓假設說 不需要鈔票的話 鈔票就是飛龍 所以貨幣完完全全是 是頂面發行的 中央陽不可能說 我硬要推鈔票不可能 你硬推鈔票他不要的話還是飛龍 所以貨幣的發行是由需求面來決定 所以總裁的意思是說 因為現在政府沒有電子貨幣或是這個 五指化貨幣的政策 所以為了滿足市場的需求 央行還是繼續發行實體貨幣 是這個意思嗎 是 但是呢 我們Apple Pay成立之後呢 可能就會減少現金的使用 是 因為我剛剛也提醒就是說 事實上發行實體貨幣有很多的隱藏成本 消費者不轉用 這個五指化的貨幣或電子支付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以為用紙鈔很便宜 對不對 可是事實上這個紙鈔的成本 都是全民的稅金在這個買單嘛 所以也希望能夠考量這個成本問題 來去思考這個議題 那接下來也想請問一下 就是說今天早上看了一下這個報紙 總裁也說如果川普當選 會衝擊美國經濟 那不知道就是說會拖累美國經濟 那不知道就是說這個央行 就是總裁有沒有評估 如果川普當選 對台灣的金融市場的衝擊是什麼 那央行有沒有準備因應的方法 那因應的辦法是什麼 第一個像委員報告呢 大家知道因為川普比較保守 他可能會財富極端的保守貿易之一 那美國的GDP佔全球 達到百分之二十四分之一 所以美國假設說是一個 採取保護貿易之一的話 他一定會影響全世界的經濟成長 同時呢美國又是最大的金融市場 他最近的進出呢 會對其他的金融市場產生 Speak of effect 所以南美呢一定會干擾到台灣的金融市場 以及實質經濟面的影響 是 那央行這邊的因應之道是什麼 中安陽會跟金管會財政部的 共同努力呢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是 我們知道你一直都在維持金融的市場穩定 那針對如果川普當選 我們台灣的具體因應之道是什麼 川普當選我只能夠就金融面來報告 對 我問的就是你金融面的部分嘛 那我會盡最大努力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是 那我需要再重複一次我的問題嗎 我們當然知道央行是盡最大努力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但是我們想知道央行會怎麼做 那個準備的方法具體做法是什麼 金融市場的穩定像你這個 銀行流動性的提供啦 我不會讓銀行缺流動性啊 然後我會在外匯市場裡面 維持信貸幣費力的動態穩定啊 好 謝謝總裁 那現在預期12月份 費的可能會升息 是預期啦 那這個央行我看了一下 它持有4352.63億美元的外匯存體 我想問總裁是否在這個配置上面 會有調整 這個外匯存體高達了4352.6億美元喔 那是否在這個配置上面會有一些調整 因為費的就是可能預期會升息 是 事實上 我們那個Clinishing Mix 會力的匯別組合齁 我們是 經常在調整 等到事件發生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啦 所以我們經常有meeting 每個禮拜有meeting 在調整這個Clinishing Mix 是 那升息呢 也會造成就是 我們的就是公債價格會 這個下跌 那央行持有的美國公債 現在目前是 部位是多少 有沒有考慮 就是 有沒有預估過會不會有損失 有沒有考慮調整 像委員報告啦 美元公債之外呢 你要去買日元債呢 10年期以下都是付的 歐元債呢 7年期以下都是付的 事實上 現在目前呢 能夠選擇的政府債券呢 已經不多啦 了解所以 總裁的意思是說 就是 就算這個美國公債齁 會下跌 但是我們的部位 是不會調整嗎 我們也會調整啦 就是說 選擇的 選擇的 共計不多 欸我們現在 美國的那個 公債的佔比是多少 我們現在 持有多少部位 我 我 我手中沒有這個資料齁 廢後 我可以提供給委員 好再請總裁提供齁 那除了美元之外齁 還有這個 川普的這個 這個美國的選舉齁 這些因素之外 我們看了一下 就說第三季 人民幣對新台幣 是明顯的軸貶的齁 那我們就看到就說 很多在台 在中國的台商 尤其是代工的部分 它會產生可能 比較大幅的這個匯兌損失齁 那在這個美元的聲勢不改 人民幣看起來 又是貶視是很難去改動的 好情況之下 總裁有沒有建議民眾 加碼持有美國資產 減碼人民幣資產 問題就是說 因為台商呢 他的租金調度 還是只要是人民幣 對不對 所以 他租金調度 我想 我們 我們台商很聰明 他會 經常做一些避險工具 也沒有那麼聰明啦 不然就不會有TIF的事情 所以是不是可以請總裁明示一下 TIF我跟委員報告呢 TIF是中小企業的老闆娘 大部分是中小企業的老闆娘做的 是 好 那再來就再問就是說 央行的利率政策 是否跟美國會聯動 央行的利率政策 只要是考慮台灣物價的壓力 以及未來物價的走勢 去做的決定 中期經濟的表現做決定 所以這還是以台灣總體的嘛 不必來跟美國走 那如果說 假設啦 我假設齁 如果我們會跟美國升息的話 那政府的債務利息支出 是否會增加 如果我們跟著美國升息 當然啦 假設說 利率上升的話 我們擠債的成本會增加 沒有錯 是齁 不過現在利率很低啦 好 好 那最後一個議題齁 也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看了一下 我國現在這個超額儲蓄率 已經達到新高了齁 今年預期將達到2.8兆 是史上新高 然後這個儲蓄率達15.8% 是1998年來新高齁 然後累計的超額儲蓄金額 超過10兆 想問一下總裁 就說我知道你比較熟悉的是 貨幣的這個政策齁齁 但是依照你的經驗 我們可以怎麼做 把這樣的超額儲蓄率 導入到這個投資 或者是說活絡國內的金融市場 像委員報告呢 要善用這個超額儲蓄率呢 沒辦法只靠貨幣政策 我們必須要財政政策 跟結構性的改革一起來做 所以一定要確實不確定因事 讓民間能夠進行投資 從此要把這些資金呢 怎麼樣導致提高生產率的基礎建設 像機場 你看我們的機場 廢機常常沒辦法下來 為什麼呢 它沒有跑到 所以怎麼樣去改善 提高生產率的基礎建設 把這個資金導進去 更重要的是要確實 降低不確定因事 老百姓才能夠做投資的計畫 所以總裁是覺得我們國內不確定的因素太多了 導致說這個儲蓄率 投資是意願不高的 好 謝謝總裁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盧修彥委員質詢 包括我們為我們質詢到這個 費用泰委員我們休息 主席請總裁 主席請總裁 所以現在很多國家的股市大跌 包括台灣的股市 現在跌了150、160點 創下今年以來可能是紀錄 現在大跌 所以我想請教總裁 因為你是台灣人民很重要 信心安定的一個指標 你一眼以心幫 所以大家想問的是 我們的中央銀行 我們的政府準備好了嗎 如果川普當選 目前看起來他很可能當選 那麼我們國家的準備 到底怎麼樣 Are you ready? 準備好了嗎 向盧修彥委員報告 中央會競盡全力 跟軍管會跟財政部 來維持金融市場的穩定 那如果因為股市 大跌 川普如果當選 現在已經在跌了 未來這幾天當中 我們的股市 可能也都會繼續在跌 或甚至會有很嚴重的影響 那不曉得在股市方面 央行可以做怎麼樣的協助 股市方面呢 因為中央銀行 不是主管機關的話呢 我想主管機關 他會採取一些必要的措施 我們會 我們會 譬如說 很多的銀行 他跟中央銀行 有密切的合作關係 那您會請 這些公股行庫啦 或是各級銀行 他們閒置的資金 稍微做點準備 那投入股市 協助股市安定嗎 你會約他們喝咖啡嗎 跟委員報告了 這個不是我中央銀行 能夠做的事情 對 那你可以做 那你說 你說你們已經準備好了 那你們到底做些什麼事情 你在股市方面 可以做怎麼樣的協助呢 要由主管機關去處理 這個東西 股市的事情 中央銀行不是主管機關的 我不能採取這個動作 但是 我會維持銀行的流動性直夠 會維持外貿市場的動態穩定 銀行的流動性夠 就不會 即使有人 這個 要提款啦 擠兌啦 所以保證 銀行的資金 是絕對沒問題的 我們資金是充裕的 所以 即使大家要提款 要這個轉錢 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熱錢流出 也都沒有什麼問題 這方面都沒問題 另外呢 在匯率 因為利息的話 可能是要到你們12月 才能再做一個決定嘛 李建市會 但是匯率馬上可能會 發生重大的變化跟變動嘛 那這方面 你是會根據國際的情勢來做調整 還是會維持它一個盡量的穩定 希望不要上下波動太大 在匯率方面 因為跟委員報告呢 因為匯率是採取動態穩定 所以你不能夠 你要看國際上 國際盤 很多事情 因為那個demand supply呢 一定會受到國際盤的影響 那中華洋能夠可能的就是說 讓它幅度不要波動太大 所以波動一定會有 大家聽清楚的 就是說波動一定會有 那只是說波動 不要像雲霄飛車 上上下下那麼大 但是大家要心理準備 我們長期以來維持匯率 很穩定的狀態 如果川普當選的話 可能難免一定會有波動 像過去那麼穩定的情形 可能已經沒有了 也就是說 就是說相對於中華洋 就是放任的情況之下 到有波動 那麼中華洋會把這個波動 弧度把它縮小 是好 那所以我想大家在匯率上 也要有一點心理準備 那當然你自己是以勤奮為出名 禮拜六禮拜天你過年都不放假 那因為我們跟美國之間又有時差 跟全世界很多的這個會事 也都有這個時差 那麼也因此可以想見的畫面 你們今天晚上央行 是不是會挑燈夜戰 燈火通明 隨時關注 隨時關注 我們的這個全球的財經情勢的演變 向委員報告了 委員知道 中華洋有一個紐約辦事室 有一個輪廉辦事室 事實上是我們24小時在 在Money這個金融市場 對 我希望我們新政府上請發條 上次一營被盜領的時候 被一些外籍的一些不孝人士來台灣盜領的時候 藝營的人都在睡覺 董事長總經理 所以後來必須下台 那現在全球面臨這麼嚴峻的一個挑戰 我們的財經單位政府高層 今天晚上務必 務必要關注國際情勢的演變 讓國人安心 那今天這兩天可能要做好準備 我想這個東西很重要 總裁我剛才特別提到 一眼以心幫 你是國家非常重要的資產 到目前為止 我在走訪基層的時候 絕大多數的民眾 對你的肯定 那可以說是非常的肯定 那大家對於現在有很多人 對你的逼宮 包括獨派 包括很多民進黨的一些人士 想要你的位子 對你的逼宮 那導致你自己 那非常的這個泄氣 那你也覺得說不如歸去 所以你今天正式表態說 這個明年底做完以後 你的任期是到 後年的二月 那你就說那你可能就不做了 那可是呢 有很多的民眾 要我在這個地方講話 他們希望說 蔡政府能夠留用你 因為哪一個總裁 一年能替國家賺一千八百億 我們國家一年的總預算的十分之一 是央行一個單位來負責賺的 有誰能夠這樣子做 第二個呢 我們今天要為財適用 不應該為了滿足某些人 對這個位子的想望 導致要求你下台 這是對國家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 所以我今天是為民請命 為民請命 就是希望你能夠以國家人民為重 我們也希望民進黨政府用人為財 不要去把央行總裁的位子 拿去仇佣某些人 要以國家人民為重 所以我們為民請命 希望央行總裁繼續留任 為國家人民奮鬥 您對我的為民請命有什麼樣的回應 首先呢 要謝謝盧委員對我個人的鼓勵 其實跟委員報告呢 中華民國人才很多 中華民國有很多的人才 你這段時間 是不是覺得很灰心很洩氣 不會 而興起不如歸去的念頭 不會 我每天都是全力以赴 不會 我不會受到影響 是 我覺得是這樣的一個情勢 我覺得非常不樂見 而且是讓人家的確會覺得很灰心 另外我想請教 林權院長提到說 這段時間不打房不加稅 可是呢 我們知道這段時間 地價稅對於房市有很大的衝擊 你剛才有特別提到 現在房市已經趨穩了 趨穩了 可是昨天有一份民調寫是 百分之五十六的民眾認為 這段時間的地價稅 根本就是加稅打房 所以不只你泄氣啊 現在百分之五成六的民眾啊 也開始灰心泄氣 他們說他們也不想買房了 那也因此呢 我想請教這個總裁 替小市民來問 現在是買房的好時機嗎 房市還要再下跌嗎 那這個問題跟每個民眾息息相關 我們台灣的房市會不會崩盤 這幾個問題請教你 跟委員報告呢 我們台灣的房市呢 很幸運的就是說 沒有讓它泡沫化 而且呢 房市的回穩呢 它是一個收點點 不是硬著地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房市的發展 是沒有泡沫化 然後回穩的時候 是慢慢慢慢的回穩 就是軟著地 所以不會再下跌了 軟著地 那麼會不會下跌的事實上 這是由demand supply來決定 那我的了解 大概目前房市呢 投資客大概是比較少啦 投資客比較少的話 可是真正需求 五十六的民眾也不想買房了 是不是把房市已經打死了 這就很重要 打死了 不但打房而且打死了 現在有這個現象嗎 我想大概 投資客應該是比較少 比較少的時候 應該有助於房市的健全發展 有助於房市健全發展 滿重要的暗示 那另外我也替小市民問 因為最近有很多的投資專家在講 不管誰當選美國總統 買黃金就對了 尤其川普當選更要買黃金 所以我今天替小市民問 一個是買房子的問題 一個是買黃金的問題 那您是這個國家重要的 這個財經的支柱 我想請問一下 這段時間 是不是 陳如這些投資專家所講的 要買黃金 給委員報告呢 除非你有很多的儲蓄 要不然的話 你去買黃金的話 黃金價格波動很大 這個也是 不見得一定會賺錢 所以除非你有很多的錢 最好是穩健一點可能比較好 這句話也是很重要的開示 就是說 這個是匯豐發佈的 匯豐還不是小銀行 是全球的大銀行 說不管誰當選總統 買黃金就對了 可是央行總裁今天告訴我們說 還是買黃金有很大的風險 有很大的風險 那也一定會有很大的波動 所以這段時間還是要謹慎 這是您的答覆嗎 我是覺得還是要謹慎的 好 謝謝您正面答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陸委員質詢 下一位請 王龍張委員質詢請 請 幫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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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主席 主席麻煩我請彭總裁 總裁請 總裁早 王龍願好 總裁 台灣我們近幾年來 我們無論在物價跟匯率的這個部分的話 都非常的穩定 那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總裁也因此在國際上獲得很好的名聲 那在您的報告裡面的話 我看到我們在今年CPI的年增率 大概介於1.0到1.2之間 那明年的的話 大概是介於0.8到1.3之間 那我們在通膨的這個部分展望 會是穩定的 我想這樣的情況 事實上台灣的情況跟日本來講的話 是相近 日本的狀況也是如此 但是我們都發生了所謂L型的成長 我們的經濟跟日本的經濟停滯不前 那相對的兩國的我們的消費者物價指數的話 都非常的平穩 那譬如日本近10年來 消費者物價上升不到3% 所以我想請教總裁 您認為物價跟經濟成長率之間的關聯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事實上跟委員報告 臺灣跟日本是不一樣的 臺灣的bank credit是負成長 臺灣的信用是持續在成長 臺灣日本的物價下跌 臺灣物價並沒有下跌 還是一點 今年大概1至10月大概1.3%在上漲 所以我們物價是穩定而已 並沒有deflation 所以您覺得我們跟日本並不相同 那在L型的就是說成長的這個部分 您認為我們的情況 原因不同 但是結果是一樣的嗎 向委員報告 這全球的經濟成長率 金融危機之後 低於金融危機之城 全球大概是低了0.4個百分 但臺灣低的幅度比全球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臺灣的出口佔GDP的比重 商品牢物的出口達到65% 當中國大陸經濟轉型 全球經濟slow down的時候 臺灣的外需就減弱了 這是外需的部分 耐需的部分呢 早年家庭的除息 經過銀行資本市場借給企業去投資 這幾年呢 企業的除息還本身的除息大於他的投資 企業一大堆現金 為什麼呢 所以您覺得臺灣的問題 超過除息出來的問題 是這樣子的狀況 耐息不正 所以要確實不確定因事 好我想進一步的請教總裁 有些人認為 我們就是說物價的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下跌 那在這個部分的話 老闆就說不加薪 人民的實質所得 長期來講是會縮水的 人民的工作誘因會減少 勞產率的這個部分會下降 社會的生產率也會下降 那經濟成長會減緩 甚至於發生負的成長 那另外更進一步的話 進口會減少 人民的生產率的降低 出口 它相關的因素 出口也會跟著減少 那物價如果就是說跌的話 然後大眾就不會急著買 廠商它就會因此而不得不降價 那甚至於最差的情況裡面會倒閉 這也是我們就是說 在台灣我們準收物價一直在下跌的原因 那這裡面也造成我們無薪價 跟財源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想在一個樣子的一個 我擠一根就是說生的狀況 請教我就是說總裁您的看法怎麼樣 事實上呢 台灣物價的相對穩定 今年大概1至10位是1.3 台灣物價的相對穩定 有助於老百姓的實質購買力 對不對 實質工資 物價穩定實質工資 才會維持實質工資的購買力 所以總裁認為就是我們的 適度的就是說通膨 是沒有需要的 我們繼續維持這樣子的一個物價狀況 我們1.3%的通膨是不錯的 好 那我們的物價會不會下跌 不會啊 您覺得 我們今年大概有1.3% 所以1.3% 我們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說 請問總裁您有沒有設定 我們的適度通膨的目標的打算 大概是2%以下 0跟2%之間 對不起 你說 0到2% 就是說希望不要它超過2% 也不希望物價下跌 所以在0跟2%之間 是您設定的目標 是不是 那您覺得這樣子 一般來講 我們今天目標都是 以不超過 所以您覺得這樣子的情況裡面 是最適合台灣 目前的現況更需要的 因為我們物價相對穩定了 可以保護消費者的購買力 但物價下跌是不好的 所以 您信心這樣子的情況 在未來 明年 是可以達到的 大概我們這幾年 都一直維持在這個目標區範圍裡面 我們維持在這樣子的目標區裡面 所以 在明年的的話 央行的目標也是 而且設定在這裡 然後我們也是有信心達到 因為台灣 只要一個封閉的經濟社會 不對外貿易的話 中央行對物價的影響力是非常大 但是台灣 是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 對不對 所以中央行對於物價的影響力 就是要比封閉經濟的影響力來的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物價 常常會受到進口原油的影響 對不對 油價跌的時候 我們的物價就會下來 油價漲的時候 所以我們定出這樣子的目標 所以 總裁剛剛的意思 我的解讀就是說 我們盡力去達到 但是不保證 但是我們盡力去達到 但是我們盡力去達到 但是中央行在 開放經濟情況之下 以封閉經濟情況之下 以封閉經濟情況之下的比較 中央行對物價的影響力 是相對於封閉經濟情況之下 的影響力來的低 因為你看 石油這位影響力 石油這位影響力 跌測的 正常到我們的物價 我想這個部分的的話 牽涉到我們總體的 經濟發展的目標跟策略 另外最後一個問題請教總裁 剛剛我們有非常多的委員同仁也跟您提到 我想我們每一年大概 最近這些年來我們每一年大概都腳庫1800億 佔我們總支出的這個部分將近十分之一 我想總裁站在您的角度裡面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我們國家的支出依賴我們央行到十分之一的地步 您覺得這樣子的一個狀況是正常的嗎 是好的嗎 我跟委員報告了 最好住的稅日只要是來自稅收 對專案的依賴度不要這麼高那是最好的 因為專案的營收呢 有高度的不確定性了 專案在民國76年到79年 一塊錢都沒有腳庫 是 所以未來有可能 我們也有可能 一塊錢都沒有辦法腳庫 的狀況發生 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這個部分就會少十分之一 對所以最好是不要依賴 那您覺得 為什麼造成今天這樣子的問題 為什麼對中央銀行依賴 腳庫依賴這麼深 我們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的財政上面出了什麼問題 大概就是說我們的 這個是 報告委員這個問題喔 事實上我是很難去答覆這個問題 那中央銀行只是盡最大努力 那麼中央銀行替國家盡管這些外匯 中央銀行最大努力在國際金融市場 所以在風險控管的情況之下 去追求比較高的報酬力 所以中央銀行呢 大部分都是全從國外賺進來的 我相信您不是 不知道答案是什麼 而是不方便把答案講出來 我想與您的 業在這一個工作上面 這麼長久 然後對於國家無論就是說 在經濟發展 我們的財政的就是說現況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狀況跟問題產生 我想您是非常了解的 只是您不方便在這裡回答 那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也是我們政府在 我們整個的財政 在我們的稅收上面 要做一做進一步檢討的 今天非常謝謝您的回答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王委員的諮詢 下會請 菲龍太委員諮詢 菲龍太委員諮詢 菲龍太委員諮詢完畢 我們休息10分鐘 好 謝謝主席 各位在場的女士先生 大家好 主席幫我請一下彭總裁 來總裁請 總裁請 總裁好 這個我們還是今天 雖然業務跟你不相干 但是還是想要 要了解一下台灣的股市 我們明天可能會談到 就是我們證交稅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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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把它減少一點 我純粹從一個官員的角度來看 你覺得證交稅 此時 合不合適去做一點調整 菲龍太委員 你可不可以 讓我不回答這個問題 好 對不起 你知道我這個是非常難答的問題 對 很多東西是穩定性的問題 講一個穩定性 當然我講穩定性 這三個字出來 大概也代表我的一些看法 像大家今天最怕的就是美國的大選 給你報告一下 十分鐘前 川普拿到了一百二十八張票 希拉蕊拿到了九十七張票 所以台灣股市為什麼 瞬間大跌 瞬間大跌一百多點 因為大家也知道 川普啊 如果一上來 對亞洲 尤其是對台灣 會 可能會進入到寒冬 因為川普前兩天已經講 他講 中國大陸搶了他們的工作 台灣搶了他們的工作 中國大陸 對韓友啊 台灣啊 對他們都覺得 是我們在搶了他們的就業機會 同時 我相信川普他一定是保護主義 他是管美國的就業問題為第一搞量 因此啊 他對 國防啊 全球的國警察啊 警察的這種 這樣的任務啊 他可能也會降低 那相對的中國大陸的武力啊 絕對會在亞洲 扮演一個角色 角色更吃重 那當然對台灣影響也會更大 所以我們再看看吧 大概在 因為現在 美國的西部啊 現在還沒有開始開票 開出來 大概中西部全輸 那個希拉蕊全輸 很慘很慘 這個 所以 很多的事情啊 我是覺得也很難去評估了 因此政府在做決策的時候 我倒是覺得股市的量低啊 除了你剛才 我聽你跟幾位委員的分析啊 全球都不好 可是我們也 我也看到另外一個很大的隱憂 我們的大公司啊 到美國去發行ADR 在全球發行GDR 當然數量沒有增加很多 相對於兩三年前 可是大公司的子公司喔 現在在海外掛牌的很多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 收集這樣子的數據 我有發現 有一家做很有名的公司 他的子公司 就跑到海外去發現 而且那一家 而且那一家的 而且那一家的 那一家 你講那一家 我想我們大概知道 講哪一家 那家子公司的規模 不見得比母公司小喔 所以這個才是 一個很大的很大的隱憂 因為他們的 接班的第二代 很多人都是在海外受教育的 他對他們考量的 我們也不要講說 他對這邊有沒有什麼 有沒有熱忱啊 他們主要追求的 就是那個profit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到台灣啊 我們的景氣啊 GDP啊 我們連著幾年的GDP 都落後韓國 1到2% 所以長此下來 我們的平均的GDP 就輸韓國越來越多 那你曾經講過啊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爛頭寸 台灣的爛頭寸 大概有多少兆 懂得 超除夕啊 大概過去15年 可能有15兆 15兆喔 大概就15兆這種規模 可能還要再多一點了 那這15兆爛頭寸 已經那麼多年了 從我到財委會 第一年第二十二年 就一直聽到爛頭寸很多很多 越來越多 那你曾經提過 我們要投入到政府的基礎建設 你最近又提到要學習啊 倫敦跟東京的這個 國家主持的這個都根 那我就請教一下啊 我這12年接觸到的行政院長 超過10個 這些話其實社會上 也大家有多討論 你也給了那麼多的建議 我們在種植群的時候 很多人也給那些行政院的建議 可是那些行政院長 為什麼都踢不下去呢 總裁我們可不可以討論這個問題 像委員報告呢 事實上我們那個機場啊 或者是港口啊 都已經公司化了 所以公司化我的了解呢 它假如是舉債 發行公司債的話 它應該不會受到 我們公共債務的影響 現在我的了解呢 很多飛機呢 因為沒辦法landing 在空中盤旋 半個到一小時 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 香港呢 它沒辦法起飛 為什麼台灣沒辦法landing 所以這個基礎建設 的確是 要去 可以 去改善的話 可以提高我們的生產力 而且 這種基礎建設 絕對不會浪費掉 而且這些都是公司的 如果大家應該要說 我們我會想要去 但是我想要幫你 我們就想要去 我們通常都沒有 走出來 不是 然後我們就要去 這些 rule 不是 我們不可以 去擷取 我們是 我會想要去 我們去擷取 到我们政府的基础建设 创造就业机会 资金活络 人民的所得增加 这些事情都是很简单 而且一听就懂得逻辑 他们为什么不做 我们可以剖析一下 这些院长们为什么不做 我们没有指明出哪一个人 这个 我觉得真的觉得很奇怪 大家一听到我要都更 很多委员提出了什么防灾型都更 我们台湾现在的都更的法规 如果这样子搞下去 那种大规模的都更很难 除非农地重化 像比如台塘啊 台盐他们都有地去重化 还可以规划出来一点东西 否则真的很难 一定要政府大面积的 利用重化的方式来做都更 可是那么多的院长 还有那么多的立法委员 大家也都不做 我就不知道台湾是 我们原地踏不踏实打算要等死呢 还是要要要要干嘛 这个我偶尔也喜欢讲混吃等死这样子的话 可是有的时候真是描写入目三分 我们光讲这个烂头顺这些事情 十多年了 十多兆越来越多 可是就没有一任的行政院长 愿意去思考这个问题 台湾的经济怎么会活络呢 现在我们要靠内需市场消费 现在大家不敢消费 我认识一些比我年长的人 省吃俭用啊 人家常常都开玩笑 人啊活着钱存在 人上天堂钱在银行 那钱不是你的 可是这些人还是不敢消费 为什么 看到那个经济成长 看到各种政府推出来的政策 就是让你所得减少 让这个很多的年纪人没有希望 大家就不敢消费 所以我在这边很慎重的提出啊 当然总裁你是我非常尊敬的官员 你曾经也讲过 刚才我们这个主席啊 赖伟也提到 你说你现在这个位置是最后一个位置 我也相信 我也相信你的诚意 可是有的时候 为了国家民主 为了后代子孙 可以多思考一下 现在大家一天到晚讲 林权要下台了 可能会上台的有谁 陈菊 现在又多了两个人 什么苏家权 又多一个人叫宋楚瑜 如果是他们三位 我对他们三位都很尊敬 可是我更尊敬你啊 你可以来出来救国救民 如果你当行政院长 以你的宏观的看法 以你坚定的意志 以你做事的小心 我相信啊 我也不管谁当总统了 我也不管是蓝跟绿 台湾的经济我是觉得 一滩死水 我看了这十多年 看了也真的很心痛 这十多年来 历接了国民党 历接了民进党 历接民党 国民党 总统都不重要了 就是我是觉得 没有一个宏观 而且敢去做决定 有执行力的人 当行政院长 我从来不会劝你 去当行政院长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候 现在语重心长 与其让那几位啊 我也很尊敬的人 陈菊 苏大学 宋楚瑜 我是觉得 他们对台湾的经济 对台湾的整个的进步啊 我觉得相对于你啊 我是觉得还有一段很大的距离 当然你不要回答这个问题了 否则代表他们不好 你好 不是这个意思 谁有能力 谁就出来救救国家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会员的鼓励 但是对会员议美支持的个人 会不敢当 所以总裁就新人接受了是吧 我刚刚听到新人接受了是吧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那个话我没有听很清楚 麦克风不太好 我听到是不是 我听到就是要评论的 我听到新人接受了是吧 我听到西门沟的那一条 你也听到西门沟的那条 我听到西门沟的那条 我听到西门沟的那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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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 请 感谢观看 因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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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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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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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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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